Moon Watch 限制無限 如果大家一看 這些是200多年時代的作品 現在有人會說 奧林帕克 大家留意是水晶面 打打也是用螺絲 神一標比較重 我當然喜歡膠面上有Mega logo 這個樣式 Germany 4 太空計劃 是紀念太空人第一次 在星空的 漫步的一個限制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奧林匹和這個樣子九成九相似 當然上面的紅字 和錶底 標誌了他們不同的 兩隻錶帶 水晶玻璃上的不同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款 有些人說我玩了很多年 Moon Watch 限制 我選擇了最新的 現在有新款式 往後新的限制 都會標示新的樣式 殼、帶、錶面 小改動 有一個大改動 沒有軟鐵殼 在底部防止 當然有 追尋新款的人會喜歡新款 新款防止機身 就不需要軟鐵殼 玩錶 到將來 舊的Moon Watch 是會多些人去追尋 還是新的Moon Watch 佔領整個市場 還看往後的幾年 市場是怎樣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款限制 其實當時 推出的時候 就不太貴 所有的Moon Watch 特別適免 尤其是這一兩年 這些反差的適免 很多人追尋 價格已經是兩回事 不過買這些手錶 始終一定要全套 如果不是全套 同時 價格也優惠很多 視乎你想怎樣處理 新的Moon Watch 盒子大得無倫 想回那個Limiter 非常嚇人 其實 在香港家居 地方那麼小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自己有一個很小的迷你倉 放一些標籤和漫畫書 但已經霸門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舊漫畫 看回 始終 都是喜歡舊的味道 但是 新是怎樣 我都會中有 一天 在 拿一隻回來 弄一隻回來 朋友買也好 最後自己買也好 做一個review 現在暫時 都不會看到 二手市場那麼快 拿出來買 有的 人們以為 可以立即買即炒 總有一些 朋友會這樣做 321基心那隻標 很多人以為他會很瘋狂 最後 現在 是怎樣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搜尋 多謝大家